竊傑書 他會有法律問題 你亂勾想說 那這麼麻煩 簽簽簽簽簽 倒是不是偽造文書就是詐欺 跑不掉是非常非常的不好 因為今天這個蔡總統 才在宣布說這個 我們的這個護國院長 雖然昨天蘇院長跟陳部長都道歉 但是蔡總統給蘇貞昌很高的評價 說他是護國院長 非常好 所以基本上 因為蘇貞昌這個留任 已經是已經是確定了 所以我們看這個一萬元之亂 那媒體的一萬元之亂 會講說紓困之亂 今天陳部長講話 陳時中講說不要不要講之亂 很難聽 我們講紓困之苦 那我是不曉得陳部長 這兩句話 這有什麼差別 其實都是不好的 我們這邊不好的狀況 所以就照陳部長講的 我們叫紓困之苦好了 我是要告訴大家 這個莫忘事實上苦人多 其實苦人很多 剛剛正亮委員提到的中低收入戶 其實還有一線 他是沒有辦法列在中低收入戶裡面 可是他也很苦 這個在貧窮線附近徘徊的 那苦人很多呢 怪人也很多 我們從之前的這個九二一大地震的時候 我們之前跟他講過說 什麼怪人呢 他開賓室去領白米 一定有辦法開賓 你去領白米 那都是大家捐出來 你跑去領 那這次說有人開賓室去辦紓困 他說我的賓室去跟人家借了 都沒有人要借賓室給我了 沒關係 反正這個朋友 我看到樣子應該是領不到 那我剛講說這個聽尖閣的建議 因為這款很不好發 所以就不要再申請了 就通通都發 因為千惠我們九十九趴的財富 是集中在一趴的人的手上 所以那些很有錢的人 其實人數不多 你給他一萬也不會怎麼樣 譬如說發個六千 或是發個八千 因為我們台語一句很簡單 我們這是萬無無萬就 我們待會提到計程車司機 計程車司機連補助加上課 他家家可以領到六萬 然後我才領一萬 我才領四千五 因為剛剛我跟郭委員補充那個四千五 如果你已經領了四千五 你就不能再去領那一萬了 對 沒錯 那我可不可以幫我領到一千五 我補充一下 剛剛我看衛福部的資料 這個錢領到有八十七萬人 八十七萬人 你說那個一千五 一千五的八十七 所以因為就是萬無無萬就 我是建議蔡總統說再調整一下 因為可以轉彎的 你就跟大家講說 你大家早上白天這樣 不要再排了 然後我在520之前找一個時間點 每個人都發五千 或每個人都發一萬 也不用排富了 因為排富其實會有 會有這個階級 比如說這個堅哥他沒領到 這有錢人 不然他怎麼被排富 造成那種其實是不好的 讓每個人都領得到 因為我跟大家講 五月十八跟十九是WHA 五月二十一跟二十二 是大陸的兩會 人大跟政協 剛好我們蔡總統 就是卡在520 所以都會有一些外交 兩岸的這些問題 我覺得蔡總統 應該把這東西再想一想 紓困其實大家都很苦 大家都很苦的 你說一些怪人去領 這個我曾有 可是先為我想 在排隊的朋友 他們有人不知道 譬如說我去 我去批個玉蘭花 然後叫堅哥幫我拍 陳輝文在賣玉蘭花 我拿這張照片 我就可以領到一萬嗎 不是啦 你拿一張照片 你要領一萬 你也好了 那根本就不是這樣 可是很多老百姓 他不懂啊 說那我去拿個舉牌 你有看到我在舉牌 那我也要領個一萬塊 你也不是靠一張照片能夠領的 已經折騰大家兩三天了 我覺得應該喊停 這個請蔡總統跟蘇聯長想想 不要再幹這種吃力不桃的事情 大家都發 語錄均沾 你不想學嗎 總統發消費券 沒關係 你就發現金 其他國家也發現金